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植水草谈 今天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墨点的问题 墨点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书法家在写字的时候的一些站墨的一个点 我们在行草书当中 有时候站一笔墨会写数字甚至几行字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零这个踏片的时候 踏片它是没有看不出这个墨点的 因此我们在零这一类贴的时候 我们心里要刻意地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也是一种训练这一个笔法的一种方式 张法笔法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拧这么一个贴 用这种方法来拧 尽量不要平凡的站墨 有时候我们的楷书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写的时候会 为了这个笔画的精细 因为楷书它基本上偏精细一路 所以我们在写行草书的时候呢 要注意区别 行草书的时候你还是那样子去 平凡的站墨那就很伤这个整个作品的一种气息 我们有时候讲这个一幅作品的质量 经常讲它的气韵 其实气韵当中就有分墨韵 其中就一个就是讲的就是墨韵 就是墨的这种感觉 墨有五分五色 基本上我们至少在平时写的时候 注意能够把这种干枯 枯湿 先把它写出来 浓荡有时候通常会在 体有时候在磨墨上面 你看我刚才写了将近两行的 然后这里再沾一次墨 再继续写 通常在墨少的时候速度架下来 保证笔画的质感 然后墨多的时候要注意这种力度 反而速度有时候要有一点速度感 才能有一点这种爽力的比翼出来 你看这个浓一点的 到这里的枯一点 浓跟枯这里就有一个虚实的变化 然后这里呢 我刚才下面已经写了两个字了 所以它虽然是浓一点 但是较低行而言又稍微不浓一点 其实这就是一种变化 有时候跟纸的关系也有 有时候纸深一点 你可能暂默的时间会多一点 因为深圈 它会让这个水呢 非常快的会被吸走 但是一些好的深圈 它也并不是很吸水的 特别是年代久远的深圈 因此我还是提倡 把一些深圈子买过来 换它十来年再写 那种感觉呢是会比较好 有些人问我这个纸 我这个纸是偏熟的 七八分熟的纸 这个纸我也比较久 买过来比较久了 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买的 以前是店里买的 然后放在那里很久了 好几刀也就那么几刀 下次我去寻找 如果有好的纸 我们大家呢 给推荐给大家 这个纸换过时间长久之后 它的纸的这种火气就没了 火气没了之后 这个纸会感觉会比较好写 一些网友可能觉得 我这个纸应该还不错 还好写 你看我刚才那一个又写了一行多 这里又占了一次磨 而且我这占的比较重 有时候占磨有分 重磨 有时候保占 有时候轻轻的去点一下 轻轻的占 等等有这些方法 我们要根据 自己的 紫的 情况 以及 整篇 创作的时候 篇幅的要求 虚实的要求 你选择适当的 占磨方式 还有一些人说我这个写的这个字不连贯 我这里拍摄不好连贯 你这个占磨 你这个占磨自然会让这个整篇下来 它有一种气息 有些人一直占磨 你哪怕很流畅 占磨的次数多 就看不出这一个篇幅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的这个提倡就是写行草书 尽量少占磨 平时练的时候尽量少占磨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了这一个磨点 就是占磨的点 刚才我这一章写下来 占了三次磨 就能解决四行字 三次磨 还后面磨还没写干 所以 大家在写的时候 可以去体会一下 特别在零 这一 类似这种踏片的时候 更应该去关注这个事情 至少先把枯和诗写出来 好 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再见